歡迎您持續鎖定新聞大白話 我是李作恆 來關心這一節 要參與我們討論的來賓 首先是資深媒體人 謝寒冰 冰哥 他馬上就會加入我們的行列 好 接下來還有是 文化大學講座教授楊友明老師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海軍艦長呂理事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到 在昨天是中共我再度出招了 是終止了134項的 ECFA關稅的優惠 好 那總統府怎麼來做回應 他們馬上說有掌握 而且也說這個其實 根本就無助於兩岸關係的推動 好 那網友就大三說 好 那賴清德 你如果說你有掌握的話 那就有氣魄一點 就直接宣布廢止ECFA 而且過去民進黨不是說 這個是糖衣毒藥嗎 都已經吃了8年了 不要再吃了 大家就這樣子酸 好 那陸委會就說 這樣的施壓 這是中方採取 單方面的經濟脅迫 完全不符合 又搬出了WTO說 這個完全不符合規定 也是傷害了兩岸經貿 互利互惠的關係 更無助於兩岸的和平共融 好 那現在陸媒沒有在甩 他們就在報導了說 好 我跟你講 如果你繼續打壓的話 美國繼續打壓的話 中方還有其他更豐富 更有力的反制措施 我們看到這個是 大陸官媒底下的這個 預冤談天 就引述了一個內部人士 指出說 美國如果在中方核心問題上 繼續的有一些侵犯 或者是危害 那中方還有其他的反制措施 其實就會出現了 好 那我們看到最新是 陸軍就證實說 5月29號有一艘 共軍登陸艇前的闖金門 限制水域 而且他說這是一個陸軍的補給船 從廈門出海之後 就被雷達所監控到了 但是他已經是在越界之後 有海巡艇才警告他 然後把他驅離了 好 那這一切其實 大家可以發現到 他就在這個中美防長的會談前 可以說雙方似乎 雙方的關係更僵持了 好 我們本來以為說 這是一個結束 18個月的冰點嗎 但是我們看到 美中防長在場邊 聊了70分鐘 這個雖然是時隔18個月 首次進行的實質性 面對面的談話 那時間點是 美國的官員先提前 15分鐘抵達 那後來大陸的防長 是最後的5分鐘到場 所以等於說等了10分鐘 好 這已經是一個開始了 那後面雙方看起來 又有點像是 各說各話的狀況 我們看到奧斯汀 他就再度的強調 他說這個印太地區 是美軍任務的優先地點 而且他還提到一句話 他說亞洲安全 美國才安全 陸方部應該要以台灣政治過渡 也就是紫賴清的就職為理由 採取脅迫的措施 暗批的就是中共的軍演了 好 那但是我們看到 大陸的防長怎麼說 他們說台灣問題 就是中國內政 要美國不要想要以武助毒 反對美方 藉著軍演的機會 在菲律賓部署中程飛彈 他說這個才叫做 威脅地區的安全 大陸的國防部發言人也提到說 雙方是有就中美的關係 台灣的南海的問題 以及烏克蘭尾巴等等的危機 來交換意見 他說這是一個有戰略性的溝通 那當然也提到說 現在就傳出美國高層 非常關切台海的情勢 中國的副外長就說 台灣才是一個最具燃爆點的問題 他就提到說 台灣問題現在是非常至關重要的 那要求美國必須要恪守 不支持台獨的承諾 好 那顯然看起來 在這樣沒有交集的狀況之下 持續的陷入僵局 那美國我們還能夠 真的依靠得住嗎 現在這個菲律賓總統 他就提到說要守護主權 那麼還說區域的安全 是受南海潮血半島 以及台海的情勢所牽動的 那他也提到說 台海的和平穩定 確實是一個非常優先的事情 大家都要好好的克制一下 那新加坡國防部 在31號的時候 也提到說 這個董軍跟黃巡才是有會面的 就是說兩個人 還是雙方有保持一定的互動 包含一些高層或是軍方之間的互動 和學術交流 另外是澤倫斯基 現在緊急的要來求援了 所以也有傳出 這還沒有獲得證實 就是說他也要親自參加 香格里拉對話 好 可是真的能相信嗎 我們看到光是對台的軍售 這個部分 我們知道之前一直說延遲交貨 那到底什麼時候呢 現在更說 在這個首次同意 五甲大德下提供 台灣庫存武器之後 其實每年都是最高 會有一個10億美元 可是沒有提供回田的這個資金 所以導致說 現在國會就問到說 好 那你既然說要挺台 那要怎麼樣挺台 這個資金的需求 你只能一直的不斷的上市 這個無敵洞一直開出來 那到了2024年 甚至有40億的美元預算 要用在台灣 問題是錢寫出來 可是怎麼交付 就是成了一個新的問題 難道這個資金缺口 會越來越大嗎 那最後可能就是摯愛難行 那美國的高級國防官員就說 他們的目標就是要讓台灣 有威懾的能力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時候 至少一段時間內 可以自我防護衛 那他也提到說 如果事後再採取行動 確實不一定是有幫助的 好 我們先請教兵哥 怎麼看說 是不是就是選在 中美防長會面之前 我們看到大陸 已經先有一些動作了 我覺得大陸這個動作 跟中美防長直接沒什麼關係 主要就是針對賴清德520 一個談話來的 那我是覺得 我們的回應很好笑 就是秋水正講說 中方採取單方面經濟脅迫行為 完全不符合WTO及ECFA規範 那你去告WTO 每次都說要告 對啊 你去告告看 這個東西告不成的 因為這是什麼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單方面 對台灣殲滅 讓利 那人家現在不想當凱茨的不行 是怎樣 我們現在到底在講什麼 他說他到底脅迫你什麼 我只是不給你優惠都不行 一定要給你優惠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秋水正你到底知不知道 ECFA是什麼東西 所以今天如果說他是說 不讓台灣的東西賣 或怎麼樣 你還可以說經濟脅迫 我只是不給你優惠關稅 就不行 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去罵人家 至少要有自己要站在理直上 我今天不想再當爛好人 我覺得現在這些獨派 跟我們的陸委會 跟政府賴清德政府 好像那種相反很奇怪就是 因為你過去一直給我錢 所以你今天不給我錢 就是你是錯 你是壞蛋 這什麼邏輯 這超級奇怪 我覺得不要用這種方式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覺得 對方真的是要用經濟脅迫的話 你們早就認為ECFA是糖衣毒藥 戴清德你現在立刻宣布 我們不受威脅 全部我們台灣主動斷絕所有的法 敢不敢 去講 你講講看 對不對 我支持你這樣做 OK的 沒問題 問題賴清德我笑你不敢 所以我覺得不用去扯這些東西 這些都沒意義 你520講了這一種 一邊一國的這種說法之後 就應該要預期到 一定會出現這種狀況 大陸這邊不可能做事了 他一定會採取反制的措施 所以反制的措施接連就來 經濟上 軍事上 各種就來 我跟你講這個還沒完 這只是剛開始 我認為未來會一拳重視一拳 他們一定會這樣做 只要你賴清德不回頭 他就會持續做下去 我認為兩岸關係未來 半年到一年會非常非常糟糕 然後賴清德在那邊講說什麼 我們要開放團克 什麼這些東西不用想 我跟你講你開放的大陸 大概也不會來 我認為大概是這樣 所以兩岸的情況只會更壞 不會更好 這是賴清德想要的 這也是獨派想要的 既然你們想要 那就往這個方向前進吧 我們台灣人自己選出來 這樣的總統沒辦法 自己要去承受 至於美中之間 我譬如說他們終於見面了 可是見面了 你覺得他們真的達成什麼共識嗎 其實有 唯一的共識就是 萬一真的出了緊急狀況的時候 我們可以通過電話 就是這樣 然後其他就沒有任何共識 雙方還是各說各話 就是美國一直在講說 你這個和平不能透過威嚇 跟衝突達成 那請問一下 你美國每天在自由航行 個什麼東西 你不就是在威嚇別人嗎 你可以威嚇別人 別人不能威嚇 這什麼邏輯我不懂 那問題是 大陸現在也不會吃他那一套 大家就是 你能夠航行 我就不能航行嗎 我認為美中這樣 持續對峙下去 中國大陸會漸漸往 東太平洋發展 大概他現在已經到關島那邊去逛了 過一陣子搞不好就去夏威夷 我認為非常有可能 然後再來就到美國西岸去了 我覺得這些都是可能會發生的 所以未來這幾十年 我們就會慢慢看到這些東西 主義實現 那至於說 台灣問題 這個對大陸來講 就是如果他在台灣問題上都讓步 那他就沒有事情不會讓步 基本上就是這樣 過去中國大陸實力比較弱 現在他實力比以前強了 所以他不可能在這件事情上讓步 我覺得其他的國家 包括小馬可市 我老實說 你講了這麼多 請問一下菲律賓有什麼實力 來參與這樣的鬥爭 看起來是沒有 所以我認為聰明的做法 應該像新加坡 我們大家盡量做生意 而不要捲入紛爭當中 我覺得小馬可市 現在是被美國綁架 你自身難保 還要加入大國之間的鬥爭 只會造成自己倒輪更大而已 艦長怎麼看陸軍的登陸艇 這個動作你認為他的動機 可能比較小什麼 其實他的登陸艇就是這一條 一般來講大家比較不能夠 在網路上找到這些資料 但是這個紙本裡面 這本書叫做什麼 這本書叫做人民海軍艦艇全埔 也就是所有的艦艇都有 在這裡面其實看得很清楚 也就是他叫做 越南級改進型坦克登陸艇 這個雖然是感覺上講得很複雜 其實很簡單 它的狀況也就是像 我們台灣的機械登陸艇一樣 它其實它是 其實它就是提供外島的運補而已 那這個外島的運補 我們大家只知道我們自己 可是我們有幫對岸看一看嗎 他們也有非常多的島嶇需要運補 如果說他們從劉武殿航道 這裡要進行運補到草嶇 輕嶇 或者是五島的話 他們同樣的也是使用這種 機械登陸艇是最為方便的 因為它那些島嶇相對比較小 那它要潛運的物資 事實上也沒有那麼多 如果用其他的登陸艦 或者是更大型的登陸艇的話 事實上是一種浪費 所以它用這個剛好 但是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什麼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 也就是從今年二月開始 當金門發生大陸漁船翻覆事件之後 我們到現在司法也沒有提供什麼樣的解答 而且對岸的遺體也現在都還在金門 那也就是現在無論是軍方或者是海警 或者是其他海間的各單位 早就已經抹去所謂的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了 現在從剛剛賓哥的說法一直到現在 我們所看到的是什麼 也就是我們只要挑釁一次 就是賴清德政府 你只要挑釁一次 我們就掃一樣東西 2022年的時候你找佩洛西來 覺得好像是為我們台灣停什麼 結果海峽中線就已經沒了 現在這個漁船翻覆的事件 又想我們的海委會 又想在裡面做一些什麼事情 又想要逼著對岸 跟我們一起坐下來談很好 現在我們看到的 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就已經不見了 剛剛講到說香格里達峰會 其實他們是 大陸不斷在強調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也就是說中方堅決反對 美方嚴重違背承諾 向台獨發出錯誤的訊息 這個也就是當講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 互不隸屬的時候 就是這個錯誤 然後美國說很好 台灣的總統很好 這個就是錯誤的訊息 另外 中華大陸的外交副部長 馬曹旭 他在30號的時候 他事實上跟國務院的副國務卿 Kirk Campbell 他其實見面了 他講了另外一件事情 什麼是 以前美國在布林肯都講小院高強 現在還是小院高強 不 現在是大院鐵木 也就是他假借的各種國安 然後進行各種的管制 然後以前都說 這個連港口的這個龍門架 也有這個國安的顧慮 電動車也有國安的顧慮 結果實際上告訴我們的 也就是荷蘭做的這一個DUV 可以遠端控制關閉 這個才告訴我們 其實西方的所有的東西 包含每個人使用的手機 通通都有後門 我們楊老師怎麼看 就美國對台的軍援 這承諾但是一直這樣跳票 我們還可以相信嗎 有關於ECFA的134項優惠 被取消終止 當然我是覺得 其實是我們基層的老百姓 台灣人民 承受了賴清德的 這個演說的衝擊影響 我覺得其實如果能夠 不要這麼做當然更好 可是必須要講 邱徹正的這個講法說 是一個經濟脅迫 不符合WTO跟ECFA的規範 其實從我們對這些 他講的內容的理解 其實是不對的 這是個認知作戰 人家就說已經2500多項 我們其實有開放美國蘋果 日本蘋果 但為什麼不開放大陸的蘋果 這就是不公平貿易 然後指責之後 他決定把本來要給你糖吃的 減少你大概7%的稅 的這些134項 不給你糖吃了 不給你減浪關稅了 但是就恢復到一般的關稅 他不是給你加稅 他不是給你加稅 他只是不給你糖吃 這個不能叫做經濟脅迫 也沒有違反WTO 所謂的ECFA的精神 你民進黨老早已經違反 八年多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來去批評對岸 我覺得應該我們自己 要檢討一下 我們如果希望跟對岸 有一個正常的貿易關係 你自己要有一定的規範 我覺得自己在這個規範上 其實邱鞠鎮不要再做這種 認知戰 而且講歷史的話 大家會說這個影響不大 可是你知道 他大概平均每年都是 這539項 大概都是在200億到250億美元 出口到大陸 在我們整個出口大陸的時候 從20%大概到15% 如果說科技品多的時候 稍微低一點比例上 可是大概都是這樣項目 我跟你講 大家以為說 那我們就少了那個 8億到10億的優惠關稅 錯了 如果他都取消的話 不是8億 10億 是250億都沒了 因為你就不會從台灣這邊出貨了 所以你就少了250億的外貿 出口到大陸 你知道你會對基層老百姓 影響多大 產業影響多大 產業的出口多樣性 以及整個基層老百姓的收入 等等之類 所以這個東西 賴清德政府其實 不要在那邊搞認知戰 你自己的問題 政治上處理的問題 讓人民來受苦受難 大陸這邊很清楚 過去一方面 他說反對外部勢力介入 他現在加上一個很強的訴求 認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 而且是全球性 在做法律戰 外交戰 而且在做針對美國跟日本 的這樣子的一個鬥爭 你很清楚看到就是 如果說在這個問題 台海的問題上 持續的美國跟台灣 像賴清德這一次 在他的就職業說 都把自己台灣視為 美國本土防衛的 第一島鏈的前鋒 當然 到了就可能 用他所能夠用的工具 來去針對台灣 針對美國 我覺得這個都很清楚 可是他整體的大戰略 是他要大國和平崛起 他的軍事發展 可是他沒有去海外派兵 他也沒有去做海外的軍事基地 他也沒有去做任何其他的 就是說非他自己本身 議題以外的軍事上的參與或脅迫 但是在台灣問題上 他很堅定 在南海問題上 他很堅定 在釣魚問題上 釣魚台問題上 他很堅定 他就很清楚這樣的一個態度 其他國家現在都了解 我們現在到奧地利 以前國際加招都可以用的 現在不能用的 什麼因素 當然就是奧地利在這樣子一個 他全球訴求之下 他認為國際大陸要承認 有可能牽涉到主權問題 人家都這麼回避了 我們自己本身要面對 實際上台灣人民的權益 在兩岸問題上 所以我覺得其實賴慶德 你不要在那邊搞認知戰 你要從台灣人民的 真正的發展 永續發展的角度來 處理兩岸關係 對 因為你可能政府覺得說 只是一小部分 可是對民眾來講 這是他非常重要的維生的工具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